可以看到了吗 可以了是吧 OK OK可以看到了是吧 好的 那其实就是说前面啊 从很早以前啊 跟大家做这个铺垫的话 那我觉得这中间 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那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画面就是 咱们的 杰西林林老师 等一下啊 我现在来确认一下 大家现在可以听到这个 林老师的声音吗 现在可以听到林老师的声音吗 哈喽大家好 哈喽哈喽 大家可以听到吗 一个是杰西的声音 一个是我的声音 哎听得气吗 OKOK 现在都可以听到了 好 OK 那么就像我刚才讲了 呃今天真的是挺高兴的啊 包括 林哥也非常高兴 因为从之前这么长时间的铺垫 呃到今天 呃这中间很长的筹备的过程 然后今天终于把我们的 杰西请到 然后真的很高兴在这里 呃 毫无疑问 今天肯定是重要级别的 那我想 这应该是国内 这个 CG直播的 最最顶尖的了 毫不夸张的讲啊 毫不夸张的讲 呃 因为今天真的可以分享到很多很 很干货的东西 这点可以向大家保证到了 OK 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呃 那在 我们俩正式开聊之前呢 还是想 呃 想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嗯 因为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的这个 呃 侧面了 呃 之所以不正对的是因为这个 这个摄像头如果摆到这个 我的正面的话呢 就没办法看到 看到咱们的模式教育这几个字 所以的话 必须 要弱化个人 强化模式教育 那么模式教育就是 我们一起送给大家的最好的礼物 OK 那开始之前呢 呃 虽然大家都知道也做了很多的铺垫 我还是想要 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Jesse林 他中文名呢 叫林振宇 那么来自宝岛台湾 呃 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 这个特效艺术家 那么 关于他更多的一些细节的介绍的话呢 呃 我想请大家去到我们的官网来看一下 因为关于他的介绍呢 我们肯定是做了很多研究的 呃 这边的话呢 会有非常详细的 呃 关于他的一些作品啊 他的一些经历啊 当然这个经历呢 是比较概括性的 待会呢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到非常细致的 这个他的呃经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就不在这里念了 呃 待会他自己也会解释很多呃 关于他的一些经历啊 或者是其他方方面面 OK 那么现在就正式呃 开始我们今天的 我我们姑且称他为叫对谈吧 呃 那这个对谈的这个呃 主题呢 就是月薪四千到年薪百万的一个历程 呃 这是毫不夸张的啊 这是毫不夸张的 待会他会跟大家分享 呃 时间的话呢 就是今天918 然后呢 现在是北京时间呃 8点钟 呃 同时这里真的是要再次感谢一下 林哥 呃 因为他真的是 大家知道现在新西兰的时间是几点吗 呃 现在新西兰的时间已经是凌晨12点了 所以真的很感谢 他在这么晚能在这里呢 陪大家来聊这么多很有用的东西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 呃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小的插曲 也是我的失误 呃 在这里再次的请多包涵了 OK 那么 其实呢 在呃 在开始之前的话 还有一个要说的就是 其实我们这次的直播活动呢 是得到这个 呃 CBS公司的大力支持的 所以我要强调一点 我刚才跟这个呃 Jesse在聊的时候 聊到这个 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就是我们有有幸的请到CBS的这个总裁 Edwin 那么他呢 我们聊到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偏执的一个科学家式的一个人物吧 那么我们去找他来聊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是很支持的 然后呢 也决定呢 呃 在我们直播的现场想要发来一段视频 为此他居然认真到他说他要先回家买一块绿木 然后他要在家里面把这个呃 在绿木前把自己抠出来 然后再去把画面传送到传送给我们 然后让我们看到这个来自这个德国的CBS公司的问候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很小的一个细节 真的是触动到我了 他们做事情真的是呃 真的是怎么说 您应该来补充一下 哇 他们他们就是这样啊 他们做事就是 哇 以我们来说的话 就是哎 这也不是什么很要紧的事情 对对对对 很认真的去看待他 对是这样 他们对非常的认真 对这个对待这个对待这个事情 包括他们还请呃呃 呃委委托他们在东南亚这边的一个负责人 呃给我写邮件 然后来解释这个事情 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认真对待这个事情 那么我觉得呃 今天呢 则无旁贷的呃 要真的要替这个CBS公司的话 呃呃 替这个中国广大用户来卸一下这个CBS的总裁 CBS公司 当然我们还用着啊 呃 虽然这个话不能在这里面讲 但是呃 说一下 虽然我们用着不是付费得来的这个TP的工具 呃 我们在座的很多肯定都有在用 真的要好好感谢他们 OK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就正式开始吧 呃 这边的朋友邀请你把这个麦对得清楚一点 呃 这样可以吗 呃 呃大家可以听到吗 可以吗 可以的可以的 那就是稍微那个一点吧 呃因为这个杰西的话他现在是在笔记本上面呃声音可能稍微有点小啊 但是我想呃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听得清楚的 那么我们把声音调到最大 然后呢 嗯 认真的来听一下 OK 那么在这个刚才提到CBS CBS会在21号呢 为我们送来他们 为我们录制的视频 那么到时候呢呃 把他们向中国用户的问候呢 呃 呃 那么其实 因为也是你在中国大陆的算是首秀吧 对不对 呃 那么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吗 就是如果说能够提到一些这个呃你的奋斗史啊什么的这些是我们比较热衷于听到了这个 可以可以 对对对 那你简单介绍一下 对对对对 向 大家好 哎 听得清楚吗 呃我是杰西 然后 呃 我跟可能很多的就是观众朋友们一样就是呃 呃 因为我以前在台湾啊 我没有就是所谓的动画的科系这样 所以我也算是半路之家 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我读的不是这个东西 我读 我读的是什么工业工程渔官 这种这种科系 然后因为我我以前就喜欢喜欢画画 然后 我因为在台湾要当兵 然后当完兵之后我想说哎 我应该要利用一点时间想说来尝试看看自己的梦想这样 然后就花了一些钱去就是把我们在台湾叫补习班 我就去补习了一下这样 然后就直接进入职场 然后我在台湾大概工作了三四年吧这样 然后我一开始也是用Maya 然后后来有一个机会到了游戏公司 然后就开始接触3DS Max这样 然后用了3DS Max 然后用了3DS Max 接触了一些3DS Max的外挂这样 他觉得哎呀 像那些电文啊TP那些做东西太容易了这样 然后我在工作第三年还是第四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 就是刚好有一个日本公司到台湾来这样 然后他们在找去日本工作的伙伴这样 那时候他挑选了大概有5个人 那我是其中议员 那我就到日本去工作这样 然后去了日本都 那时候是做那个蛮有名的 在大陆叫做最终幻想 哦最终幻想 游戏动画 对对对对对 我也是做了最终幻想游戏动画之后 才有比较优秀的作品 甚至我之后能去加拿大 也是可能这个原因这样 因为那时候的作品就是 你最后的画面都是很完整的嘛 就跟台湾做广告啊那些东西不一样这样 因为我一开始知道在台湾 那个环境可能是很不好 非常糟糕就是加班没有加班费 可能在亚洲都是一样的我觉得 对对应该是一样 对我们的工作时间很长这样 我甚至有那种晚上10点下班 我是公司第一个走的这个情况 而且我晚上10点下班 我来第一个怎么说快要崩溃了 哇这些人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干嘛到明天早上吧 在台湾有一个文化啊 是很奇怪的 就是上班的第一天 他给你枕头跟棉被 这样 他就这样 你可以在公司睡觉 不是这样你在公司白天都睡觉 你在公司做到很晚很晚的时候 你就不要回家了啊 直接在公司睡 反正也没有车了这样 看样子在这方面的话 全亚洲都是一样的 真的 就很夸张 各种夸张的事都有 比如说在台湾有所谓的劳保跟健保 就是劳动保险跟健康保险 可是照理来说是公司要付的 对对对 可是很多人都没付 其实公司不会帮个人去付劳动保险 还有健康保险 就假设我那时候的薪水可能4000人民币吧 对对对 5000人 我们这样的人 他们都不愿意帮我们保 就很花 因为我们的钱已经算是很低的 可是他们还是不愿意保 其实在这方面可能稍微还好一点 因为现在就是中国大陆这边的话 还是比较注重这一块的 应该是 就算比如说我下面有两个学生的话 他大概只有三四千块钱这样 但是保险什么都是正常教的 对 然后我们还有甚至有遇到更夸张的 因为我们知道有那种学生 他愿意来当做实习这样 我遇过有人叫我去当实习生 我说实习生的薪水要算多少 他说实习生 实习生是没有薪水的 实习生我们每天都给你车马费 就是800台币 大概人民币200块 每月给你200块人民币 200块 就这样 对 他说我让你来这边是给你机会学习 然后这样之类的理由 反正这个环境这个时间 刚好我那时候是2008年 有遇到金融海啸 那时候这个很不好的时候 然后刚好是我入行的时候 嗯 我那时候也是每天都被妈妈骂 什么的 就是说你不要再做这个烂工作了 这样 赶快换别的工作这样 对 我觉得这方面其实是可以送给所有的 想要从事这一行 或者说热爱这一行的所有朋友的 这行业没有坚持是不太可能 这个能走得出来的 必须要坚持 那么你差不多 你看一下我可能比你还晚一点 我大概是09年入这一行 比你应该是要晚一些的 嗯 对我09年入这一行 到现在也有 也有七八年 也有七年这样 七八年这样 所以的话 真的是 大家可以看到一定要坚持 我一个数据啊 嗯 就是我跟一些认识的朋友 就是讨论的 这样 在台湾啊 嗯 80%的人啊 撑不过前两年 对对对 都一样都一样 在大陆也是也是这种情况 撑不过前两年 然后就直接转行 那样 直接转行 对太苦 对对对 是吧 然后 反正后来 听过台湾这一段说 我觉得给我很多的 就是学习跟收获这样子 嗯 我已经见识过最糟糕的环境 对 是这样 所以我到 我第一次在 那时候我去加拿大 在温哥华 的那个时候 就是我个人特质啊 就是让那些洋人觉得很不一样 就是说 怎么有人会愿意这样 比如说老板叫我加班 我从来不会收付 因为我自己就是 跟他们说 在亚洲加拿大是没有钱的 哇 这边有加拿大有钱 太棒了这样 对吧 刚好那个时间是我刚刚结婚 然后 刚刚有小孩子之后 所以就特别的想要赚钱 所以老板就蛮喜欢我 对 我真的去就是 因为加拿大也算是 好莱坞的制作制成了 这样子 是真供的一个部分 那我在那边的感觉就是 其实 亚洲人 不一定比白人差 真的不一定比白人差 可是因为 今天他们有那个环境 跟那个有那个教育 就是他们的训练是很完整 这样 所以他们说 他们训练出来的人都可以用 那我们的话就是 我们都靠自己自己摸索 你一定要摸索到 你了解他的那个 你那个中间过程花太多时间 比如像我们 我们语言 我们要花时间在语言 你要花时间在技术上面 然后他们的话不要 他们可能十七八岁高中毕业 他们就可以所重在 就是技术上面 的研究上面 所以他们可能20岁就会变得很近 可是我们的话就是 哎 英文不太好 对 接受也比较差 对 刚好有一些朋友在问说 英语不好 怎么在这一行能够快速突破 正好其实这个对你来说也是一个 你就是一个很活生生的这个案例 对吧 英语你刚刚说也不好 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大家一些 分享 关于英语这一块 我强烈的建议 就是各位可以到国外的论坛 你就看人家论坛上面 哪一些是比较活的帖子 就比如说 这个帖子有一百多人回复 然后他们讨论的很热烈 然后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那可能最近流行的事情 像我那时候我就几乎是每天都在跑 就是我英文不好 可是因为我不用当下做反应 如果你跟老外口说的话 你需要当下做反应 对对对 可是你只是阅读人家论坛上的帖子的话 对不对 是不需要的 你就知道 从那个地方开始 把每一篇 每一个回帖都把它看懂 你再慢慢查字典 这个对你来说是 因为你不用当下自己的反应 你可以慢慢看 我在这过程中 我再花四年时间 才真正进入状况 对这点 其实我们还是有比较类似的地方 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我的一些小的经验算是 我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英语说也不算很差了 但是其实看英语很头疼 这是第一反应 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我是怎么克服这个问题的 中间也大概是花了三四年这样吧 我是什么 我是翻译 我翻译了TP的中英文对照的帮助手册 我翻译了FilmFX的中英文对照帮助手册 我翻译了Caraquito 大概有一千多页的这个PDF文档 这个也是中英文对照的帮助手册 我翻译了Naya 我翻译了RealFlow 我就是通过翻译硬硬撑了三年 让自己看英语不再头痛 至少不再头痛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真的就是说也奉劝所有的今天有幸能够参加我们这场对谈的朋友 一定要坚持 就是要熟悉这种英语的语境 真的可能比如说就首先就从不要用中文界面的软件开始 我是这样一个建议对不对 完全同意 对对对 然后刚才大家有提到说今天会不会讲案例 我请大家放心今天肯定是会讲案例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聊这些东西其实对大家都是有很有帮助的 希望大家能够跳出这种比较传统的学习模式 大家传统学习模式就是我看你怎么操作 然后我就跟着照活动画条 然后我觉得好像我就学会了 但是实际上这种学习方法我是不是特别赞同的 有的时候你听听别人怎么想 别人怎么去思考这个事情 可能比你怎么去直接看操作要好很多 我相信你应该肯定也是赞同我这个观点 对对对 对是这样 所以案例肯定会讲的 但是前面我肯定还要聊一些这个 我觉得对大家肯定还是有比较有帮助的一些东西 对那么刚才就是也有同学问就是 我们聊到这个工作环境的这种差异嘛 那么你觉得就现在就你这几年在加拿大 还有在这个新西兰 还有在这个应该是新加坡对不对 新加坡日本 那你看一下就是跟我们当下相比的话 或者说跟台湾相比 如果大陆你不是很了解的话 那你看一下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的差距主要是在哪里 你怎么去看待这个差距呢 我觉得如果你说个问题出在个人身上的话 我觉得其实不对的 因为很多人觉得 我今天这个公司有很好的艺术家 就可以做出很好的东西 因为我们亚洲的思维就常常把就是每一个人当成 如果你说三国里面就我们会把人当换旅副 国外回来的就靠他全部做就好了 对对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亚洲对我们说叫做系统性的问题 就是我们做事情我们要怎么去做 然后遇到问题的我们怎么去面对 这个问题很不一样 比如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东西 我转场可能还是遇到一个问题 好像是我的错 然后我就想办法要把它推给别人 这非常常见 或者别人遇到一个问题 说可以请你帮忙改一件事情吗 他说我不愿意 因为要是如果这个东西做错的话 事情就归在我头上了 这样 可是我在加拿大的时候 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经验 我在加拿大的第一个总监 那时候我就遇到一个事情 就是 哎呦 他好像要叫我改什么东西 可是要是改坏了 这事情不是 摆在我头上了吗 我就不想改 这样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你为什么没有改 没关系你改 弄错了没关系 我还负责 然后我说 可是这样的话 大家都不会觉得 这件事情的责任归主 会归主在我们部门身上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这感觉就是背黑过的事 他就说 不不不不 我们这边不经常做的事情 他说 如果我们今天还有时间 可以把这个镜头 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那我们就一定要去试试试看 不要说怕犯错 然后就不去做 这样 如果今天这东西做错了 没有关系 那至少我们知道 这个往这个方向做是错的 那我们可以分享给其他 在部门里面的同仁介绍 这样 那如果 因为我的总经理那时候 已经这样讲了 要说好 那我们就放手 放仔细做这样 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做错了 我们也不会去怪谁 就是说 没有人的错 只是因为我们今天还有时间 所以我们想办法 把这个镜头做得更好 对 他们做自己态度就是这样 对 这个是 真的是态度决定一些 对 然后 我后来 就是他告诉我这样子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想法跟洋人的想法 有蛮大的差异 对 其实我自己后来在加拿大 我后来还有去光摩 光摩其实他们也是一样的 他们不会说 哇 也许是你的错 所以你又要怎么样 这边有点问题 好像不知道谁犯了怎么错 不过没关系 这个问题在我这边 可能比你那边好解决 那我来帮你 然后或者是我在 我在星期谈这边 我在维塔 我在维塔的情况更夸张 嗯 我遇到了一个问题 大家抢子来帮我 这样 然后说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子 我很压抑 然后他们这样子还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好 对 是这样 其实这个 是不是可以就是总结为 就是其实 我们有一些思维就是害怕承担责任 以及害怕承担起责任之后 需要去面对的一些问题 就是 好像政治问题啊 哎呀 就是多一次不如少一次这种心态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这确实是一个蛮大的差异 对 而且我觉得在三位的他们的想法也不一样 就比如说我们的老板 或者是我们的主管 因为他们过去是这样子的文化 工作文化上来的 跟那些洋人他们那样的工作文化上来的 累积一个几代的差异之后 差异真的越来越大 对 是这样 是这样 这个差距其实我觉得总结的还是 应该是 这是一个产生差距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我觉得 嗯 对 但是说软件啊 个人操作啊 我就觉得 其实我们也不会说到哪去啊 说真的 对对对 我也是 我也是半渡出家的 对对对 是这样 我就觉得 要来真的要来拼的话 谁因谁输很难说 对 就是有系统性的不同 对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 对 那如果说 你就是这几年在国外的一些经历的话 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事情 啊 比如说我之前有听你讲过 这个 你带你五个人 然后 一天一个镜头的速度去处理那个白 怒海之心这个这个电影呢 这种类似的这个有意思的事情 还有其他的吗 哦 还有啊 比如我们有做那个 在大陆叫做冰与火之歌吗 对权力游戏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我们做权力游戏 我这个在大陆追的人是特别多的啊 这个每一季都是可以说就是万人空向啊 真的是 那个 在做那个 我们那时候如果做第四季等最后一集 有很多 骷髅 那个骷髅人从血缘跑出来那个 对对对 骷髅从血地里面钻出来 对 因为那个骷髅头它可能会被磨法 或者是被刀啊 或捶啊 把它捶碎了 对对对 客户一直不满意我们 就是做的骨头的形状 嗯 就是我们我们的骨头是在西级里面我们硬切的嘛 这样 对对硬切 然后切出来形状的话我们通常都不满意 他们都就是不喜欢 可是他们也没办法告诉你说他喜欢什么 他们只能告诉你说这个形状我不喜欢这样 嗯 他只告诉你他不喜欢 然后就不告诉你是怎么样的 很多都是这样子啊 客户就是这样 嗯 客户知道他们不喜欢什么 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 他就是要你去揣摩 对就是让你自己去揣摩 嗯 然后我们的总监啊 因为我们的总监 他们跟我们 我们想象的总监都一样 在国外的总监 或日本的总监 他们都是穿得很邋遢的 然后好几天没有洗澡 然后我们的总监 他就是穿得很邋遢 也好几天不洗澡 那种感觉的 装扮的人 他就说好吧 客户居然不讲他到底喜欢什么 他就 那个在Vancouver 有一个很有名的公园 叫史丹利公园 他就穿得很邋遢 跑去史丹利公园 你捡了很多那种竹子 就是那种木头啊 就是那种枯木这样 他捡了很多枯木 之后他就把它折断 这样子 然后他就折断之后 他就想说把这些折断的树枝 他想要报回我们的公司 然后把它编号 他可能捡了20个树枯枝 然后他把它折断之后 他把它编号成1到20这样子 然后给客户选 就他就报了一大堆木头 要走回公司的时候 他背景还满下来 然后就说 你报这些木头你要干什么 他说我报这个 我工作要用的 关你什么事 他就说 他把他 因为刚好我们社区 之前有发生縱火案件 所以有那种 他们抱着木头 然后跑去人家家里撞火 然后他以为他们抓到了 他就把我们总监抓走 这样子 又发生这样子 然后我说 没有没有 我们在总监是真的 他要把那个枯枝 是要把它弄回 去做拍照的工作 他不是真的要去撞 这样子 嗯 对 是 对 这就是在工作过程中 其实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插曲 其实还是实有发生的 呃 就是你有没有跟哪些导演合作过 或者说 我们都熟知的一些 就是这个圈子里比较熟的人 比如说 呃 AK啊 或者说是这个 Alan McKay 你没有熟悉的 哦 哎 我觉得在华人圈里面 然后比较 让人熟悉的是AK 或Alan McKay 嗯 其实 像 呃 像其实我们 在国外有用TP的人 就可能比较知道John Scott 对 John Scott 对 John Scott 就是以前我们在先卖的 那个 就是 就是TP的大师 就我们有TP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问他就教我们 这样 对对对 他也是我的老师的老师 一样 就每个人都 就他教出来的一样 对 是是这样的 因为最早的就是TP的官方那套东西 还有他那个TP4.0的 呃 Fall Production 1.0 那个那个教程 其实这些都是 我们所有这些人的技术 其实都是出自那边 可以这样讲 真的是可以这样 我 我第一天去公司的时候 那天我们中午就有那种 那种银行的残会 那我们就去吃饭 然后就看到他本人 我也是看你的教学 走过来的 然后跟他问我 对对对 是这样 如果是artist方面的话 就是John Scott 对 在国外还有一个蛮有名 就是Wayl Wallace Wayl Wallace 他是 他也是做蛮助理的 就是如果你有看TP的教程的话 有一个是房屋 就是他们叫做House Destruction 是House Extraction 哦 那套教程是他出的 对对对对 这个人是非常非常清晰 对对 然后他的话就是他跟我是那个 同事 就是我们一开始都没有 就是网路上认识 这样 后来 因为他一开始的在Hydrolox 然后后来他们公司有问题 就快要倒闭了 这样 然后我就说 既然你没有工作的话 不然你又要不要来 我就比键他到时间来 这样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他到时间来之后 对不对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 其实用Max的公司 在好莱坞很少 就最大最大就是时间来 这样 然后我们就那时候 有一起做过大概两三个案子 对对 这这些这些大神也是 我也只是通过网路上进行过一些了解 我跟这个Ellen McCain 还有这个John Scott 有过邮件上的 几封邮件上的往来如此而已 对对对 还是比较钦佩这些这些人的 因为真的就是我们所有技术 都是都是从他们那边出的 可以这样讲 其实还有 其实在国外还有很多是不为人事的大神 因为那些人都可能 他一直忙于工作 他没有时间出什么教程 对对对对 像这样的人 是只有在圈内才比较了解 比较知道的 比如说某某人 他一个人就了一个案子 这样子才会被我们圈内的人知道 可是他没有很忙 因为同时知道他扛了其责任 就一直叫他做东西 一直叫他做东西 一直叫他做东西 他给我们就没有时间出来 就告诉大家怎么把事情做 对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 对那你现在在维塔感觉怎么样 嗯 因为这个地方乡下嘛 其实就是没有工作 但是我看你那个朋友圈那个晒出来的照片 真的很美啊 那时候风景啊 风景很好 风气很好啊 对 但是就是繁华 就是繁华程度上可能是没有 对 比如说亚洲好了 嗯 亚洲的夜生活就很丰富啊 对 到处都有房子可以去嘛 对 是这样 店都是很早就关了 这样 对 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那个什么牛肉啊 猪肉可以买到很新鲜的 当天现代的 然后就回来 所以你要自己定一下你的厨艺 这样子 嗯 就会买一些 哎呀 去肉店买一些肉 然后晚上回来自己自己做菜 这样子 哎 其实还是 他们好像是听你之前讲 有很努力的在给员工 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环境 就是尽量的帮你减熟后骨之忧这样的事情 对吧 对 就是你如果工作的话 对不对 你就比较不用担心 是其他的事 对 对 这个真的是很棒 对 因为我们刚来这个地方 我们人生地不熟嘛 公司会帮我们处理很多事情 对 比如说我们刚来的时候 他会先帮我们安住我们的家人 然后我的孩子要读书 他人会帮我说 哦 哪个学校比较好 你可以去哪边 这样子 然后我们一开始来的时候 没有地方住 也会安排就是住的地方 然后他们 他们知道就是我们会来 时间比较久 他就会前几个礼拜 先帮你安排饭店 然后之后的 他还会安排 在那几个礼拜的时间 会有一个就是 就专门帮你找房子的人 然后会开车带你去找房子 什么的 然后这个地方开车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大众捷运 还是什么地铁 也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你去哪里做好 就要开车 那我是 来个月亮说 他就先帮我租一台车 丢开 这样子 然后买车子 他也会帮你 协助你 嗯 那你就其实 你只要忙工作的事情 其他事情都不用担心 对对对 真的 还是照顾的非常周到的 那你现在最近有在做哪部电影吗 呃 不知道有没有保密协议的问题 我只能说我现在做就是那个Guardian 第二集 啊 这个我可能我可能要替大陆的观众解释一下 那这个可能就是银河护卫队 我们这边叫银河护卫队2了 对吧 对银河护卫队2 那现在就在最近就在做这个这个电影的一些镜头 是吗 对对对对 ok 我只能做到这边 可以ok ok 可以的 这个因为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就是其实他们就是其实国内也是一样的 都是要签保密协议的嘛 对吧 所以有些东西可能就不便说的比较那个 那有没有研究到用到一些新的技术呢 其实这个很多这个朋友都是比较关注的 对对对 啊 如果你不 因为在公司的话 基本上都是用公司 就自于公司内的软体啊 啊 我自己的话是 我平常一直在研究TP嘛 嗯嗯嗯 然后我刚好我自己有用银河时间 去做一个自己的 呃自己的一些小作品这样 然后我就有研究一些就是 像我最近做的那种大罗爆破啊这样子 这样子 因为觉得如果你一直用公司的软体的话 你看公司 你就什么都不会了 对 这样其实也很好 对对对 就平常自己还要精进自己的技术 这样比较好一点 对对 那我就是研究是TP的新东西 因为我自己也是TP的那个特事的人嘛 嗯嗯 我们有新版东西 他们会放胜上来 然后如果我们觉得哪个地方不好用 或者是哪个地方有bug 那我们可以回报上去这样 对吧 嗯 像我现在就说 哎呦你能不能把那个炸大罗弄更简单一点呢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很好就可以把它制作出来 那我估计以这个Edwin他的这种风格的话 就把它过去 立马回去就要开始研究 然后 搞不好他就 因为Edwin他最近 对 他最近都在做一些就是可能 因为像最新的TP有有流体的吧 对 有加入流体 哎呦 你TP的强项就是在做破碎 你一直在专注那个流体 你也可能做不了像Naya 或者是 对对对 像Bikos这样子 那么厉害的 我就说 哎 其实你不用 你就把 你可以花时间把自己强项都马上更棒 然后有闲暇的时间再去做 就是其他的 你觉得好玩的这样子 对我估计啊 就是我猜测啊 他下一个版本 非常有可能在流体方面引入这个 嗯 Flip 技术吗 他之前用的是SPH 是吗 我感觉他非常有可能是会这样做 因为因为那个 V-Red就是他的母公司呢 叫KARS是吧 就是KARS 然后他们现在最新出了这个 Phoenix 3.0之后就用了最新的FLIP 对FLIP的技术 对所以我觉得 FIN186它下一步 非常有可能就是要加入这个FLIP 对啊 像流体的话过去是SPH 对SPH 对 后来很多软件都用FLIP 这样 对 然后现在的话是有流行另外一个就是 嗯 像那一个NBISO 叫做MPM 噢MPM 对对对 它就是 因为以前的SPH 它是没有格子的嘛 所以如果你用FLIP 你要拉一个格子 对对对 然后SPH它没有格子 对 然后它现在也把 有格子跟没有格子 两个东西做过 就是我们把格子算出来的东西 把它存在Party桶里面 嗯 那Party送到下一个格子 再重新建立那个格子 这样 像现在很流行的一个 在Maya有的 叫做Bifor 那个流体的那个管理就是 基本上就是这个基础 对对对 对 OK 那其实听说就是因为有 就是 是不是最近你在做一个什么样的教程 是不是 对对对对 因为想说PP这么好用 我们应该也要推广一下 对对对 对对 对 嗯 你说 因为我们想说 哎 其实会用TP的人很少这样 然后 而且现在几乎 几乎全世界啊 大家都一股脑在血狐狸牛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可是其实我自己的经验呢 我以前在在 在那个Store 你就是 我在Scanline 我在IWM 对 所以我们很 我自己很少用到狐狸牛 对 但是现在 对 现在在大陆不知道为什么 或者说可能全世界都这样 大家都开始一股脑去学Hodini 嗯 我觉得其实 可能我的理解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我的理解可能就是Hodini 它在全流程整合上可能是真的是非常棒的 就是它尽可能在一个软件里完成大部分的事情至少 它 这是可能它是比较有优势的地方还是说 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一开始 因为我 其实我第一次用Hodini 是Hodini 8 它的界面还没有像现在那种漂亮的时候 嗯对 那个Hodini 8 如果你们有用过Maya 有用过HyperShare HyperShare 那个是方块的那个样子 嗯嗯 Hodini 8就长得跟那个很像 对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Hodini才跳9啊 10啊 一直到现在今天是15.5了吧 对对对对 然后我自己的感觉是 我很喜欢它以前的设计这样子 所以你说你要让 嗯 因为其实我要老实说 大公司的想法是这样 对 大公司它不要你今天是 就靠你这个人 所以可以做出这个东西 大公司希望是 这个东西最好是我公司做出来 所以如果你要Hodini的话 好像变成大家都一样了 因為福利尼它做出來的那個東西跟它的效果 可能你在MPC或者是Double Nexive 他們這個公司做的東西就差不多 可是像比如說在光模或者在Veta 他們想要做人家做不出來的東西 那他們就會說不行我們要自己研發 對對對 那你說這大公司都有在用那些嗎? 我砸個功耗 因為我自己的利益告訴我沒有 對是這樣 對確實是這樣 因為你所有人都用火星鏈 你做出來的爆炸那個拍攝效果都是看上去 都是80%的相似度 對都是一種感覺 其實大公司更加就像你剛才講的 更加次重於就是想做 就是別人做不到的是吧 更加這個藝術化的 或者說這個精確度更高的 是這樣子 對 而且 有時候大家可能去閱讀一些國外的文章 他們說我們某某公司在某個地方 要用了虎丁尼這個東西 可是後來我自己去問 他說沒有 其實整個秀還是都是用我們自己的軟體 只有那個鏡頭是用虎丁尼 對 所以他會到處看到一個錯誤的想法 那是不是這整個東西都是用虎丁尼的 他感覺好像整個東西就是虎丁尼的功勞 會有這種想法 我自己覺得你要相信你自己眼睛看到的 這個東西這個效果 你自己嘗試一下 覺得哇這個東西好用 那你就相信他 你要相信人家說的 因為太多事情都是鵝船 對是這樣 在這裡面上我可能要稍微說一下 其實Jancy的話 最近已經有出一些系列的 就是關於TP的一些非常小的一些 開胃菜的一些教程了 而且已經放在我們的官網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麼在這裡 那麼跟Jancy一起玩賺TP 那麼這個小的系列的話呢 它是完全跟 在他在Facebook上 還有在他的博客上面 完全同步去更新的 那麼 剛開始呢 所以前一半部分呢 是一些比較基礎的講解 那麼大家可以看一下 從一個就是純製作層面的 就是實用主義的一個藝術家層面 看他是怎麼來講解TP的基礎的 那麼他這個TP的講解基礎 跟我們常規看到的TP技術教程呢 其實有很大的區別的 我相信大家看到之後會有 會感受到這種差別 那麼另外的話呢 他後面的 有幾個教程的話呢 是收費的 那麼其實就是希望大家能夠 為他所花的時間 替他買一杯啤酒 僅此而已 我覺得是這樣 對 這個東西 我之後還有一些進階的 然後會告訴 也用到前面基礎的功能 對對對 對對對 因為這個這九節的話呢 後面還會有一些比較進階的東西 然後會完全跟這個前面的基礎對接 那麼相信呢 會越來越多的這個好的東西呢 分享到我們模式教育的平台上面 那麼如果大家真的覺得 有收穫的話 或者說看一下 那麼就給Jesse買一杯啤酒吧 這邊可以點一下購買 OK 在這裡謝謝大家 我先替Jesse謝謝大家了 謝謝哥 因為我知道你這個 這點 你這個純粹就是分享的 這個意義完全大於 它這個教程所要給你帶來的收益 這個意義要大得多 因為因為就講真的 就是說剛才我們一直在聊這些事情 沒有聊的一個就是 剛才我們說的主題 從年薪 從月薪四千到年薪百萬 其實這個說靠教程來賺錢 這個對你對你來講 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純粹其實就是為了分享 這個肯定是可以理解的 對 前面的免費的課程 基本上會出學者已經夠了 對 只是如果你們覺得 我這個弄的不錯這樣 對 繼續支持 因為我們放在網上 也要一些常規的費用 然後去維持它 對 就是希望能看到自己的努力 能有一絲的回報 或者說 就是有一點 所欣慰的事情 讓我們繼續把它做下去 對吧 其實就是這樣 哪怕免費分享 其實也是需要這樣 剛才有學生也不斷問到 說有沒有一些應用的進階的教程 待會兒就有 待會兒就 Jesse就會跟我們講一下 在鋼鐵俠裡面 還有龐貝末日裡面 用到的一個技術 就是他剛才有講到 因為大公司裡面 他很多東西 它是自己的一個軟體 自己的一個流程 很多東西 你只有在他公司裡 你才做得出來 那麼你出了他公司 你就做不出來了 就必須要用他的東西來做 所以的話 Jesse的話就把 他喜歡的這種技術的話 用TP加FILM 把它復原出來 就是說 不用他們大公司的軟體 一樣可以做得出來 那麼待會兒呢 就是來分享這個東西 一個可以說是一個大樓倒塌 或者說爆炸的一個 流水線這樣一個教程 對 OK 那要不現在就 我們就來簡單的看一下 OK 那麼現在就把畫面 我們還到他實際的操作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麼看一下這個大樓爆破的 這個 他是怎麼樣用這個FILM 加TP這套流程 來做到 用大公司內部軟體 才能做到的那種效果的 OK 那麼現在先把這個攝像頭先關掉 大家聽得到嗎 聽得到嗎 Hello OK 可以聽到 好 那我就先大概來講一下 如果你們有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我的一個做大樓 爆破的一個基本設置 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的一開始的想法是 就是我要先做一個爆炸 然後用這個流體它去驅動的可能一些速度 或者是一些碎塊 然後把這個大樓把它撞破了這樣 那我一開始呢 我是用 你們可以看到我基本的TP的設置 這樣 其實很簡單的啦 都一樣的東西 就是 因為我們有時候的物件啊 非常的龐大 那我們要先把它這個大樓 先把它就是整個先合在一起 然後所以我們在一開始 我們才不會就是太 太設計那個資源 然後我這邊做了一個小小的 我可能要先從這邊開始說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通常我都會用兩套 再講 Hello OK 不好意思 我剛才你跟同事講一句話 打斷你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沒關係 那我這個地方的話就是很簡單的 我在我的地圖課程裡面也有講到這個 我就先把我的這個group 就是我在這個領域都有設置的 就是啊 這就是驅動 這些碎片 然後我把它分成三個不同的細節 就是如果你是被啟動的話對不對 那你就會先進到這個A1這個層面 然後再到A2跟A3 就是他們都會在找不同的細節的碎塊 如果我們在中間的話 你就會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他現在在進行綠算 我這個影片已經是Catch好 所以他只是在讀 他之前我們讀出來的東西而已 好 你就可以看到 我這個 這個大樓 他被這個爆破的東西撞的時候對不對 他會先把我們所有的裡面的碎片 都把它進到A1層 那我們在A1層面 這個一開始是綠色嘛 然後後來他被撞擊之後 他就把它分成A2 變成A3 這樣 我基本上是用這樣來做區分的這樣 然後我理所當然裡面 你會做一些叫你的設置 所以我在這之前 我要先跟大家講一個 就是我先告訴他說 如果你是這個Nutron Nutron就是我這個設置 撞擊的部分 然後跟我的A1如果撞到的話 那我就進到破碎的這個程序 然後他就會把它放到A2的層面 這樣 所以你一開始說不用把這所有東西都把它掉進去 Jesse我打斷一下 現在你有在分享你TP的設置嗎 對 但是我們看到好像這邊畫面沒有動 對 要不我們再重新開一下 你現在就是你現在動一下畫面 看一下 OKOK現在動了 現在動了 現在對現在才有 你可能是把它放到另外一個畫面上去 等我等我 現在還有嗎 現在沒有 現在沒了 多等我一下 應該是雙屏 你可能把它拖到另外一個屏上去了 好 對現在對現在有看到 現在還有嗎 所以現在有看到了 對 哦好 那這樣可以了嗎 可以可以可以 我這樣動明有看到了嗎 可以可以看到了 可以 哦那我這樣是不是要重講一下 因為逐步的講解也不大現實 其實今天來的肯定都是 做一些有基礎的 或者說 有一些經驗的 大概就講講思路吧 我覺得就是更多一些東西 我們可以後續用大量的時間來分享 好的好的 像我這個的話 就是我一開始的話 就是做這樣的一些基本設施 然後我說前面這個 就是做爆破的這個Source 就這個紫色的部分 然後讓它去撞擊這個大樓 然後我也有做一些Join的設施 Join的就是有點像是 Hudini的Contrain 它會把自己本身裡面每一個地方 如果你這兩個碎片靠得很近的話 它就把它連在一起 所以它才會有這種弧度的感覺 你們可能最有興趣的可能 就是做爆破這個FIN 我們在做破碎跟爆破的時候 對不對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比如說像我這個爆破 你看我的單位都是很大的 那是因為我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對不對 我基本上我會先放一個小人的房間 那小人可能就180公分高 我自己我本身我喜歡在 就是在公分下面做熟練 就是180公分高 然後這個大樓的話 這個理所當然可能要100公尺 它的單位就可能到1萬這樣 像我現在的高度 你可以看到 它可能是有 140公尺 乘200公尺 乘160公尺 我們每次在做特效的時候對不對 對 我先把場景內的單位 就做一個算是一個正規化 對 所以你不能每次在做特效的時候 對不對 都在不同單位上去做 因為有時候 你前面的就是做動畫的部門 給你的角色的大小 每次都不一樣 那這基本上就是已經是錯了 你不能這樣做 對 所以你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在公司的時候對不對 在一開始 人家在做模型 或者是在做綁定的時候對不對 你要先跟公司的人說 我們現在開始做的東西 每個東西都要 就正規化 就是在旁邊放一個人 做一個當個比例 對對對 其實我在日本加拿大 跟在紐西蘭都是一樣 每一家公司都是這樣做 沒有一家公司都是這樣做 對 這裡面 對 這裡面非常關鍵的一點 就我插斷一句 其實做這種模擬類運算 我覺得就是 Sense Scale 是非常非常關鍵的一個因素 如果Sense Scale 搞不定的話 後面你做再多的努力 都是走錯方向的 我們曾經有一個 遇到一個情況 就是 那時候一個 一個韓國的朋友 他剛剛來公司 他很 他是新手 所以他不了解這件事情 對 像我們的Rig 我們做好的股價 跟綁定 我們做完這個 叫做一個Rig 然後我們Rig 基本上 我們的Scale 是會鎖住的 就是它的鎖放 我們會把它鎖住 可是它硬是把它解除 然後讓它可以鎖放 這樣子 因為它貼到的命令是說 在這個畫面中 這個可能有一艘船 它看起來太小了 你要讓它大一點 那在畫面中 如果你不要讓船看起來比較小的話 對不對 那你應該是要怎麼做呢 你應該是要把船 把它往鏡頭移近一點 那船看起來就變大了 而不是真的把 就是那艘船直接把它拉大這樣 對 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你不管在做什麼特效 你一定要先這樣做 因為這樣做還有一個好處 假設你今天做了一個人 一台車然後被火燒 這樣的效果 那你以後 你又遇到一台車被火燒 那你就可以把那原本的設計拿出來 直接用就好了 因為你的所有的那個 場景的大小都是一樣的 那火的感覺也會一樣 像我現在做的這個爆炸 我就完全照真實世界的當務來做 所以我爆炸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我不用調整什麼坦數 因為它理所當然就會變成那樣 那麼有細節 對 所以你看我這個 我這個緩存我也沒有吃到很多 我這只有吃到23G的緩存 就可以做到那樣的效果 這樣 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長頸的這個尺寸 如果你搞對的話對不對 那你後面做的事情都很輕鬆 嗯 然後甚至說 假設你今天做的 不是大頭子導彈 你做的是一個爆炸 那你就會爆炸 它的核心溫度大概是多少 可能有1萬度 或者是有6000度 那你也可以在這個 這個Source裡面 你就把它的溫度把它調整 像我現在我沒有調整 我就讓它留低 因為我知道這個東西不是爆炸 這個東西只是 某一個東西把它撞破這樣子 嗯 如果你要做爆炸的話 那你就要把這個溫度把它調的很高 那你不用 它會有一個 速度的一個加乘選項 你不用把它調的很高 因為有些人它會把它調的很高 嗯 這樣其實效果不好 而且看起來很奇怪 那原因就是在這邊 因為它本身的溫度不夠 嗯 對大概是這樣子 那 我通常我做這些事情 我都會把它分成不一樣的階段來做 比如說我第一個階段 大家看一下我這個TP的設計 像我TP我就有好幾個不同的階段 我第一個階段 我就把它做在TP的第一個 這個部分 這就是一開始這個主建築物 它倒叉的時候 我使用了這個TP的 這個設計 很簡單 那我做完第一步之後對不對 我就會把它放到地方 基本上我會把它放到不同的場景來做 其實因為那個要比較方便兩點關係 之後把它一起都丟進來 那我後來我就進到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我的這個煙霧的 我的煙霧的發射煙霧的這個位置 這樣 你可以看到我在這邊是這樣做 我第一個 我先把這個東西調進來 然後我把它的catch 就是我第一步產生的catch 把它調到這邊來 然後我在這個系統裡面 讀取我第一步的catch 然後再做第二步的 之後剩下的動作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 如果你要你需要你的particle 記住什麼東西 你可以做一個maring 它裡面可以記得它的 它原本它的母切層是從哪個地方來 像我現在這個地方 我就 我叫它產生不一樣的小碎片 如果每兩個碎片它離得太遠的時候 它要從洞氣中噴一些particle出來的話 我就這樣說 它第一步 它現在在這個地方 我們先搜尋我們自己 然後在一開始出生的這個時候 你們都可以看 在我的第一個基礎教學裡面 可以看 可以找到這些東西 然後我叫它說 嘿 你就要記得一些事情 就記得 就是my parent 就是我從哪裡來的 這樣子 然後再做兩相比較 然後再把它存到另外一個memory裡面 這樣子 這是比較一點點進階的使用 我在之後進階的課程裡面 我也會講到這些東西 很簡單的東西 很簡單的設施 我今天只是大概兩樣實施 之後你們有興趣的話 上去看一下教學就懂了 然後再來就是我剩下的這個 如果我要在中間破碎的地方 噴一些微小的粒子出來的話 最主要最合心就是這個設施 所以它一開始就會記得說 我的爸爸媽媽跟我的兄弟 跟我一開始 記得的兩個particle的距離是在哪裡 然後根據這個距離 如果我分隔的構成的話 對不對 那我就要在分隔構成的中間點 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在這個地方 我找到距離 我偵測的距離 如果這個距離比原本的高 高多少 這個我現在設置的是1.15 對不對 我們兩個原本分開的時候的距離是1 那我們一直分開一直分開 超過15個百分點的時候 對不對 就啟動這個 噴射這個particle的機制這樣 然後噴射的位置也是 就是我跟我的小夥伴 就是那兩個碎塊之間 然後做我們把這個位置 把資訊取出來 就是在兩個位置的正中央 產生這個particle 這樣子 然後我會給它一些 就旋轉值的一些速度 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很輕易的做出 就是如果這個東西碎的時候 對不對 如何產生這些中間的小分子 那我這個分子是噴的比較慢 因為我這個是拿來當煙霧的做 這樣 那我還有在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我第三步 就正式噴出這個碎塊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我在這個地方的話 我也是用一模一樣的設施 可是它今天噴出來的這個速度 我給它比較高的影響 就是高的 它就噴的比較快 然後這個地方 我在這個 這個速度這個幾個的地方 我還有做一個 instance 就是我可以讓它 就是 我可能會選一些比較好看的碎片 然後把這個碎片 就放到這個地方 讓它就是 一直複製在那個particle上面 做完這些東西 基本上已經完成了 這個4跟5 這都是比較細索的部分 就是因為我發現我在睡的時候 對不對 有些地方它沒有噴煙 那我在做一個母牆的動作 這樣 通常我們在做 這個第四步是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第四步是因為我發現 我這個物件太龐大了 它在建立這個物件的碰撞的時候 對不對 它也產生很嚴重 它在建立碰撞的Voxel的時候 把我的機體都用完了 後來我就決定 不要真的拿這個物件去做碰撞 因為這個物件的面數太高了 後來我想到一個辦法就是 我在這個物件上面 我把它產生很多的particle 我把它用particle來做碰撞 那我這個碰撞它其實是這樣 如果 這是一個小技巧 如果你的物件的面數過高 你碰撞的時候對不對 你只想讓煙不要這樣穿過去 或是讓煙碰到這個房子的時候 它有一種轉個彎的那種感覺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把這個第四步 在這上面緊密的particle 把它掉進來 可是你比較進來來說 對不對 你不要把它噴射 訊瓦或者是什麼 或者油溫度都不要油 頭髮全部留白 它就會自己就建立碰撞的那個立場 它也可以這樣轉過 而且這個速度 會比如果你真的拿模型來碰撞 還要快很多 對 這個經驗也非常的寶貴 對 然後其實TP它在做catch的時候 它速度會 不知道為什麼就很慢 它可能比原本 你還沒有做catch的時候 它跑的這個 就在task的時候直接做 就是playback還有month 那有時候的話 這個可能是一個bug 可是通常我可以 就是用xmatch 就是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thinkbox 它出了一個插件 叫做xmatch 你用xmatch存它會存快很多 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也是就是先把我第一步做的這個破碎 然後先用xmatch把它存起來 把存起來之後再戳出來運用 那我後面這幾步 我只是讀它的catch 可是我沒有真的把它叫進來這裡 然後可能最後還有一個小小的小技巧 就是 因為現在TP6.0 它可以對你的catch 做比較細微的一些調整 比如說你在存的時候 你可以在這邊按右鍵 現在最新版的 你可以 你不用把所有東西都存到你的catch裡面 可能只要存你的速度 跟你的位置這樣就可以了 對對對 這兩個人存起來就好 其他人都不用管 因為它都已經在catch裡面了 對 現在6.2的話是滿方便的 可是可以執行這兩個channel 或者是你讀的時候 對不對 你可以 像比如說我這樣catch 那些 我就可能只要讀位置的資訊就好 因為我可能甚至連 拿它的速度來做處理都不需要這樣 我只拿來render 對 可是如果你原則要原則就是 那種動態模糊的話 你就一定要把它打垢 對 現在的話做catch的處理是蠻方便的 對 好像比之前的版本要快很多倍的樣子 對 最新的是蠻厲害的 嗯 基本上我這個測試也沒有很難 就是這樣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場景大小一定要注意過對 對 對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好 現在差不多 就是說現在 逐步逐步去講解這個也不太現實 那麼現在就是說給大家一些時間 如果有什麼想要問的話 就由我來代勞 然後 因為 這裡面要解釋一下 為什麼要用skype 因為 在新西蘭QQ是被強的 也就是說他沒有辦法通過QQ 然後跟我們直播 所以只能通過幾個skype 然後我用QQ呢 又接到skype的這個聊天的畫面 然後再分享給大家 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的話現在 有什麼問題呢 你問的他也看不到 就我來代勞 那麼有什麼想要問的問題 可以講一下 或者說我現在把麥放開一下 先提醒我 然後我放麥給你 哪位朋友想要去問一些什麼問題 那我就把這個問 就把麥放給這個 這個助教處理一下 把這個麥放給這個新生 到底哪一個來 就先放給新生吧 先把麥放給新生 你沒有麥 那你就打字 你再打一下吧 你剛才的消息被刷掉了 他說如果是特別大的場景 比如說幾百米的龍捲風 你繼續打字 就是幾百米的龍捲風 這樣去要去怎麼樣去優化 你們有沒有看過就是 在之前的一個超人 就是他爸爸被龍捲風捲走 然後被特殊裡面那個龍捲風 對我有看過 我有看過那個鏡頭 就那個鏡頭很有印象 對對對 然後那個的話對不對 其實我們是用 就是我們沒有真的去模擬龍捲風 沒有模擬龍捲風 對我們先用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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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軟件 就是他可以算 彩量粒子 那個那個軟件 就是 對 我們一開始就知道那個龍捲風 可能大概有100米 或200米 那我們就先在正確的這個 這個資料裡面 我們有測很多很多次 可是我們都覺得那個流體 運算出來效果不好 那後來我們是怎麼做 我們是 就是我們先把那個 那個流體 就是我們把它 就是綁成一個一個圈這樣 然後 就可能我們只是 模擬一條 一條的氣流而已 這樣 我們只是模擬一條氣流 然後長長的 我們再用Quocato把它 把它存成就是 就是Leave的 就是這樣 然後最後 在Reading的時候 我們 因為在Mac裡面有一個 可以用一個curve 就是用一條線 就把那個 那個Pubicle做就變形 這樣 對對對 然後我們把它疊 疊疊疊疊疊疊 我們可能 我們那時候可能算了 很精細的那種氣流 我們算很精細的氣流 可能算了個七八條 這樣 然後再把那七八條氣流 把它複製 然後疊上 然後旋轉 然後把它疊成那個龍捲風 OKOK 龍捲風的Rig 這樣子 OKOK 怎麼樣先生 你說 我覺得我們在做完之後 對不對 我們還做另外一個 英文叫做Into the Stone 對 Into the Stone 對 暴風 對 我們就用兩個禮拜 就把它做完 因為我們直接拿超人 直接用超人的鏡頭來用 對 我現在跟他說一下 先生有沒有學到 其實就是不是真實的去模擬 而是一條 然後複製疊加 用Caraquito來去做批量 OK 對 對對對 OK 可以之後就重複使用 對 因為我們後來就忙 接到Into the Stone 他要做我們兩個禮拜 就做什麼 對 Into the Stone 兩個禮拜做Into the Stone 是嗎 哇塞 那這個效率還是很高的 因為我們那個龍捲風的Catch 還在硬碟裡 對 太棒 然後別再調整一下 對 太棒 那麼下面還有誰有個問題 嗯 我看一下啊 我來挑一下大家問的 覺得值得回答問題 他說有一個朋友他問到 就是說 通常你做這個模擬的話 MAX系統單位設置是什麼設置的 我可以現在差不多給大家看 我是都統一的設置 嗯 OK 我不知道 在你面講之前 我可以說一下我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一般都是用釐米 因為這邊 大陸這邊習慣是沒有米 是嗎 都是用釐米 我也是用釐米 你也是用釐米 對 那你說吧 我重新弄一次 因為MAX它預設的是 是一個光寸 是寸 然後我們不要這樣做 嗯 你開了一個CineMax 對不對 對 你就到 這邊有個叫Unit Setup 然後就點它 嗯 然後就確定這邊是Centimeter 就是Cm 可是你在這邊還是要點一下系統設置 你有沒有發現 系統這邊設置 預設是這樣子 我是因為我已經重新使用過 你照理來說 這邊系統你也要用Centimeter 對 這兩個都是Centimeter 你才可以 才可以真的開始製作 對 然後你最好在旁邊先拉一個Box 對 然後這樣把它拉高 然後確認 像這樣子 有沒有 然後你放一個人進來 像現在這邊是175公分高 對不對 對 你拉一個進來 人就差不多就要這麼高 OK 然後你才可以開始做你的特效 對 假設你今天要做一個火山爆發 那這個一定是 一定肯定只有那麼小 對不對 嗯 那就不可能火山爆發 然後結果你這個尺寸 還跟這個差不多大 嗯 對 OK 那麼下面還有些問題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如果大家有什麼 覺得一直很困惑的 有一個朋友問到 就是說在國外做CG是不是非常流水流水線化 就是說每個人只做其中很小一部分就行 哦 然後然後他還問到說你是不是工作內容會覆蓋到特效的哪一部分 嗯 嗯 還有嗎 嗯 對 這就是其中一個問題 哦 嗯 嗯 在國外啊 我覺得流水線做最好的啊 其實是日本 嗯 因為日本他流水線都不給我們改嘛 如果我們今天有什麼新的東西進來了 日本人就說 哎呦 你這個改了可能會把我們流水線弄壞掉 所以我不願意讓你改 嗯 可是其實在加拿大跟一些巨嵐的話對不對 嗯 反而其實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很敢讓我們改這樣 可是改壞的話對不對 你也要相對去承受那個結果 就是可能你算出來的圖都是黑圖啊 嗯 然後你又要回到上一個版本啊這樣 那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是那些良人都比較願意讓我們改 比如說我們說最近有一個什麼新的東西 我想要就是把它做在新的案子上面 然後他們就說好我們來試試看 結果我們試了都會發現我們把這個就是 我們算圖的這個已經都把它弄壞了 我們必須要回到在更之前的版本 才有辦法繼續完成我們的工作 這種情況也常常遇到 真的 只是說外國的優惠時間會比較好 我不認為 只是說他們敢去嘗試結型的東西 對 那我自己製作的話對不對 我以前是 我只做煙跟火 在日本的時候我只做煙跟火 嗯 然後後來我在加拿大的時候我接觸到PP 因為那時候我在現在正式開始正正用PP 然後在工作上面 嗯 那時候是有做破碎 然後也有做流行 可是因為你知道就是那個公司他們自己的軟體也是流行軟體 他們不願意使用PP 或其他的軟體做 然後後來我就是 我開始做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可能 那時候我們在做三百壯士 然後船之間有在互相撞 然後我們就說 哎 那船上面也有一些繩子啊 布膠要有 那時候我會間接 因為這個原因 我還要做布料 這樣 然後甚至我到光模之後對不對 我也做布料 嗯 我也做極肉模 因為光模那時候我做我的那個 建議是魔獸 嗯 那我在做魔獸的時候 是 我要做破碎 我也要做布料 我也要做毛髮 嗯 然後也要做極肉模 對 就是說你的特效其實製作 牽整到各模塊對吧 不僅僅說只集中在什麼 煙火破碎或者說流體啊什麼 其實也包含布料啊 什麼都有了 我簡單講一下就是 呃 像 比如說外國大公司 超過一百個人 嗯 他們的都 他們都基本上都會這樣 就是 我們會有 比如說我們會把特效 分成很多個不一樣的模塊 有煙火就是一塊 然後破碎是一塊 嗯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塵土啊 灰塵啊 或者大氣類的效果也可能是一塊 還有就是生物特效 生物特效 就可能布料 然後也偶爾也有毛髮 可是不一定 因為有時候毛髮可能是給 就是reading做的 這樣 那 還有最後一個就是魔法類 魔法類 魔法類就是可能那種分子效果啊 那種粒子翻來翻去 那種反電 這樣 然後 然後有一些沒辦法被龜裂的 也會被分在這個魔法類 這樣 基本上每一個人在做秀的時候 對不對 他們都會 或多數或少都會接觸到一些不一樣的 可是 這是因為案子 同時會 我們會爬很多案子 比如說 我們可能同時投五個電影 那這五個電影 就會 每一個人 就是被分配到不一樣的工作 嗯 可是 在這五個領域裡面對不對 都會有一個我們叫做 寶面director 就是 他是專門做這東西的 然後 這些東西的工具也是他維護的 就是有一個人就是永遠都做那一個 或有一兩個人 就永遠都是煙火 因為煙火的工具 的打包都是他做的這樣 那其他人就是 我之前都是做破碎 可是我今天被忽然間 被分到一些做爆炸的上面 那我可能要先請教你這些工具要怎麼使用 這樣 OK 因為剛才有朋友問到說 TP學習該怎麼樣 其實 呃 我不知道您的建議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我們官網上的一些教程 其實足夠應付 足夠打好你TP的基礎了 比如說 詹斯琳的這部分 然後呢 再加上 呃 這是詹斯琳的這部分 然後呢 再加上我們 之前呢 老早以前 我們對我們最最早的話 做的官方的一個教程的中文化 啊 就是詹斯卡那一套 那兩套東西 然後在我們那個模式要理官網上都有 這兩部教程呢 完全足夠你打好TP的基礎 呃 這個不是說要硬性植入廣告或什麼 這個是毫無疑問 目前呢 能夠打好TP基礎最全備的這個東西了 對 那麼另外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教程 然後你才有才有能力去看更複雜的設置 呃 這是我的一些建議 啊 對 那我的想法是 呃 我覺得我完全認同就是剛剛令氏哥說的 這些 那我覺得 呃 學習這個東西啊 就是你心裡不要太太超超超超超過期 這樣 就慢慢來真的比較快 那 呃 因為有些軟體或有些軟件 它 它需要就是流水線的協助 那你很難一個人在家裡完成什麼很厲害的效果 嗯 可是呃 如果你今天用TP或者用訓文化 在家裡完成 比較複雜的效果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也是為什麼我主推這個這個軟件的關係 這樣 嗯 嗯 因為我自己證明給你們看 我自己在家裡可以做出這些東西 對對對 他們現在還是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要不要去學虎丁尼 然後學虎丁尼是不是需要有很複雜的基礎 對啊 因為虎丁尼的話是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一定要學虎丁尼我不反對 因為國外一些比較中小型的公司幾乎真的都用虎丁尼 比如說 Image Engine 他們全公司都用虎丁尼 啊就是說中小型的公司才用虎丁尼 或者是你要去動化公司 就是Trimwork Trimwork真的是用虎丁尼 他們全部都用虎丁尼 中也是用虎丁尼 那你說你要去學虎丁尼 那你必須你要很確定的是 你不需要很強的兵器 你也不需要很好的水線 就可以做出好效果 這樣子的我很少看到 真的很少看到 我基本上可以看到好效果 自己在家裡做可以做過好效果 基本上都是T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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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可以做出好的效果之後對不對 你再去學 學習其他的軟件 對 尤其胡丁尼也有他的優點 這要老實說 因為胡丁尼他自己本身的優點 他是非常程序化的 對 你所有東西你都可以知道他現在有什麼參數 他參數跑到哪裡 可以螢幕瞭解 我可以這樣理解嗎 對 請說 我可以這樣理解嗎 就是你的建議其實就是說 尤其是現在在沒有公司沒有普及這種流水線的情況下 其實還是建議學這種可以個人完成作品的這種軟件 比如說TP FILM 對吧 等你有打好這種特效的基礎 有一定的製作經驗以後 其實你去學胡丁尼 或者說再去學其他東西 都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對不對 對 那麼其實這個建議的話 就給到我們剛才問到這個問題的所有的朋友 對 因為我自己我也是這樣子過來的 我一開始也是用TP 然後他們說你的煙火做得很好 那我們公司決定用 然後我就到我的大公司 開始有機會跟他們一起決心 這樣子 OK OK 那現在還有誰有什麼問題 機會難得 我這邊一點多了 我馬上要睡了 對對對 很難得了 那在最後一個問題吧 最後一個問題 請問一個比較有實質性的 OK 那基本上都是一些問過的問題了 那麼如果你有幸沒有 不幸沒有聽到我們剛才的這個答案的話呢 那麼請回頭看我們的錄像吧 那麼今天我覺得就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然後真的非常感謝這麼一兩百號人這個時間還守在這邊 然後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謝 然後最後再給大家露個露個臉吧 好 好 OK 看到嗎 現在可以看到了 好 應該已經應該是已經1點多了 然後 對 我現在要轉達一下他們對你的祝福了 很多人就是給你一些祝福啊問候啊什麼的 我就不一一重複了 就是中秋快樂 大概就是 OK OK 好 好 那今天咱們就到這吧 好 謝謝 謝謝 OK OK 下次什麼時候再見 那我在這裡就 呃 姑且替 替Jesse給大家做允諾吧 以後肯定還會再出現我們在直播上 那麼也會有更多的這個教程出現在我們模式教育的官網上 我們就敬請期待吧 那麼 呃 好的東西 留給最 這個守候到現在的所有的朋友 OK 好 謝謝各位 OK 拜拜 拜拜